李先生通过婚介公司认识了一名女子 双方确定了恋爱关系并谈婚论嫁 李先生未表诚意 向女方支付了26.8万彩礼钱 李先生回忆说 两人很快就熟悉了 像是几天后就将该女子带回老家并领了结婚证 两人办理结婚证后 女子谎称娘家有亲戚去世需要回去一趟 李先生便陪着女子回到娘家 但女子却不让李先生到家里去 而是安排李先生在附近的宾馆住下 一个星期之后 李先生联系女子 女子找各种理由拒绝回到李先生身边 李先生觉察女子不想再与自己生活 便向其所要之前给的彩礼 对于李先生的要求 女子不见面不处理 将此事一拖再拖 李先生最终选择报警 这个有人指责呢 就是这个男的呢 你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 就你那个脑袋瓜子搞不了对象 一搞对象就上当受骗 有人指责女的 骗人家干啥 有人指责婚证公司 这婚证公司太不靠谱了 像财新兴 苏想冒啊 把人命都搭进去 哎呀 很想 要我想起来啊 就是那个阿里巴巴最初是发家的时候 阿里巴巴发家 刘老师指出来 那是低人权优势 啊 这是大的背景 他运用的手段呢 就是最吸引人的那个东西 就当初啊 我们这个企业和企业之间呢 人和人之间呢 这个生意没办法完成 没办法完成的原因就是 你先发货吧 他不给钱 你先打钱吧 你先打款吧 他不发货 这个你怎么弄啊 这个是当初企业最头疼 最头疼的问题 好了 阿里巴巴出现了 阿里巴巴出现了 他解决就诚心通吗 就是你在他那里一年交一千多块钱的会费 然后呢 就是你发货的随便发 你打款的随便打 我一报到底 有什么问题 我都给你兜的 其实啊 他也没有花费太多的这个 钱 精力 投资 那你说他怎么都啊 那 那个企业要想骗他 那一下子阿里巴巴不就漏到坑里去了吗 他也挺简单 他是通过这个 全国的银行 你想开通 诚信通 你要去当地银行认证 你完了吧 但他肯定也有烂账了 但至少呢 像以前那种情况 基本上就没有了 以前是什么情况 你发安货 你连这个企业都找不到 你去收货款 你看连企业都没有 对吧 你说打货款 你打完了连这个企业都找不到 最起码这个问题 消除掉了 不管你是打了款了 不管你是发了货了 这个人最起码有 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即便他有这个烂账坏账 那个以前的那个问题 完全解决掉了 所以说阿里巴巴一下 他就是从最难 从最痛的痛点下手 一下就走出来了 男女交往的 你像多项那时候 这个买家和卖家 没办法达成交易 买的也想卖 买的也想买 就达成不了交易 所以说这个大骗子们 这个婚戒公司 他完全可以一报到底 是吧 我从头到尾 我给你搞到完 是吧 你不已经有缺陷了吗 是吧 你那个脑袋瓜子 不已经你 完成不了这个 婚戀和家庭这个事了吗 是吧 既然你那个脑袋瓜子 可以在我这里找对象 是吧 我依然可以说服你 从头到尾给你包服务 一条龙 这个对这个大骗子 婚戒公司们 是个商机 你这匪备所思 是吧 他说啥 你信啥 你怎么不说到底呢 那这样子 也倒逼你从头 你也好好的 给干这个事 是吧 头上你 别骗人家了 是吧 就是那种叫做 贷款员终身制 是吧 这个客户 如果你给搞了 男女配对成功了 你这个业务员终身 服务他 是吧 我公司为这个业务员担保 业务员要为 这两人的幸福担保 这整个的利益连条 跟他捆在一起 当然你的服务费 你要多付 反正你已经脑残了 是吧 慢慢慢慢的 你这个 灰烟也解决好了 家庭也解决好了 是吧 心态也平和了 脑子瓜子 慢慢慢慢的 被觉醒了 不脑残了 恋爱 灰烟可以觉醒人的 他具有宗教性质的 他不但是有交易性质 像两个生意人做生意 他不但像强盗和被掠夺 那他就是在爱情里面 他不但像赌场 像这个红灯区 众狱场所 像斗兽场 都有这个属性 他应该还有一个区域 像教堂 就是有灵魂 有人性升华的东西 人性灵魂都升华了 还这么笨吗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把婚姻浪费掉 走向了愚蠢 变成了笨蛋 原本就挺笨的 结果结了婚以后就更笨 那完全不能怪婚姻 是吧 那是自由意志的问题 唐 那 唐是据说是非常重要的 开发人脑的一个物质了 可是唐造成现代的问题 就是肥胖啊 疾病啊 就是唐 你怪唐嘛 是吧